一人吳宗憲子 陸西派去年在信義區的松治路上 被警察搜出了 他持有大麻煙 同時陸西派也坦承說自己確實有吸食 但是為檢警 採接了一送驗 結果呈現陰性 那麼台北地檢署來處分陸西派考量他驗尿 結果大麻反映陰性 吸食大麻部分是與不起訴 至於持有二級毒品部分是處分還起訴一年 條件是繳固十萬元 對於結果 吳宗憲表示尊重司法 同時也說 這個罰金會由兒子自己去處理 這是在陸西派的部分 坦承抽大麻 但是驗尿呈現陰性 現在持毒還起訴要罰十萬元 謝謝大家!